因为印度被西方误导了 与中国为敌简直是愚蠢行为 西方把中国渲染成一个如此可怕的坏蛋 以至于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还有什么好的方面 如果你可以忽视中国的积极价值 那么注定会建立一种敌对关系 这简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印度金融快报25日发表专栏作者贾迈勒梅克莱文章 称赞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 凸显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进步的政府之一 文章呼吁印度需要更清醒的认识中印关系 思考如何将中国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 梅克莱指出 在保护本国公民免受持续而不健康的电子攻击方面 办事不利的美国政府 和采取了明确行动的中国政府形成的鲜明对比 文章形容 从这些举措来看 中国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进步的政府之一 只有同样限制科技公司 但用个人数据的欧盟能够相提并论 相比之下 美国目前依然深陷在自由放任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中 这导致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 却同时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 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的知识创新 对中国所谓窃取知识产权的抱怨已经减少 今天的中国已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若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立即在5到6年后 中国经济规模将比美国还大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 中国博士后程洋洋 在英国卫报撰文所言 西方把中国看成威胁 而不是一个倔切存在的地方 一群活生生的人 因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角色 挑战了西方的经济主导地位